議會總結孫 台南市議員提供貴 希望台南市65歲以上的民眾 市府可以補助監補費 尤其說是六都 剛才說台南議員 其他五月三次都有補助 65歲以上的民眾監補費 希望市府要挑戰可能 讓中部可以享有到 北部的中部的同樣的福利 台南市議員增加薪 上午總結孫 提出希望台南市65歲以上的民眾 可以補助監補費 讓中部有同樣的福利 我有平均老化22個縣市 佔了比率就非常的高 然後上個會期我有提出 如果說真的是因為財政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從70歲 然後慢慢的來地補 那後來當然我有回去 好好的思考這件事情 那想了想 我當然知道市長 也不是說不關心 你也很關心 可是真的是因為基於台南市的財政 真的很困難 那再加上說 我們每一年 我相信老人的這個年口人數一直在增加 這幾年來 我也知道增加很多 台南市市長恩委席表示 願意來蘋果 盡量滿足 尊敬大年數 對著監補費的訴求 對於長者他的健保費的補助 雖然他坦白講是與法無懼 而且坦白講只是一個政策上可以提高支持度 增加選票的一個工具 但是我們願意去思考上 因為這麼多議員他們都想要 這麼多人都想要 我們去思考 我們財務可能 負擔的範圍內盡量能夠滿足越大多數的人 他的一個健保費的需求 另外市議員增加薪 甚至無建議 在新方區設置 包括社區立間鑽壓的設備 立間照顧 讓無家社區基大 的負荷行 新生種愛者 社區照顧 丟宿 讓立間照顧 警察 健全 記者陳佳生 市議會 蔡宏博德